房子有什么问题 我就自说嘛 有些地方它真的没有 你举例说什么板 它实际上是有装潢的 那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跟我说 我把两个板拆掉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 换个角度也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别物行不行 有发生那个瑕疵 千万不要说 就直接油漆刷一刷 没事 就当都没事 这样是觉得不OK的 房屋听信义 房产知识告诉你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房屋听信义 我是主持人周晴斌 不动产的买卖 是很多人一生当中 最高交易的金额 那如果真的遇到一些购屋纠纷 其实常常会让我们真的 就是伤透脑筋 那信义房屋啊 发现其实有近九成的民众 都曾经遇到 所谓屋矿瑕疵的问题 例如说可能一些 漏水啊 臂癌等等的 那导致说 我们真的要入住的时候 要整理 可能还会花很多的冤枉钱 那我们今天 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为什么会有 屋矿瑕疵的纠纷 那我们买卖屋的过程当中 又要怎么样去避免 这种不幸的事情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 我们的来宾 陈玉璃协理 那我们邀请我们的 玉璃协理 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玉璃 很高兴真的可以邀请到你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你有很丰富的 业务相关经验 那我们这一题真的是 大家都很想要了解的 一个部分 一开始啊 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应该说跟大家说明一下 为什么购物的纠纷第一名 会是屋矿瑕疵 以现况我们自己在了解 以民众他遇到 那个瑕疵纠纷 确实蛮多都是 例如说肉水啊 臂癌啊 然后混泥土 剥落等等等等这样 那这几年的时候 会有那么多的 纠纷发生 我觉得比较多的原因 是出在三个 第一个部分是 我觉得刚性需求抬头 那因为像 以这几年的时候 比较多的民众 他在购物 他是以自助为主 所以因为是自助 所以他对于 屋矿的那个要求跟期待 他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消费形态上面的改变 也就是说 现在买房子 都是要自己住比较多 所以当然对房子的部分 会更仔细一点 没有错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买卖双方 对于屋矿的认知 上面有差异 也是造成 屋矿瑕疵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在购物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希望说 屋主他无论是对买房 或者是对仲介 他要有散尽告知的义务 对 那个是有时候 告知这件事情 屋主他认为他已经做到了 可是实际上 他是有一些事情 他是没有说出来的 那当然不动产业者 他可能接了屋主的 萎收物件时 他在查警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许 会不会有疏漏状况啊 那导致有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 如实告知买房 那或者是买房 他有时候 他认为他已经看 他已经看到 他已经知道了 可是其实有些东西 他是更专业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 在当下的时候 获得一些了解 或者是解决 所以导致整个交易过程 结束后到交易后 那后续延宕出来的问题 这样 那还其实还有第三点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 还有第三点 会造成乌框瑕疵 还有一个问题 是那个保障 因为像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很多的 不动产业者 他们开始都提供 属于自己的保障 那不过保障 会不会有那种 看得到而吃不到的状况 这是也很多 一般民众 就是写了很多保障 但真的需要的时候 有没丢 对这也是民众 他实际上 他会反映 造成不满的原因质疑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是蛮常见的 那我们刚刚其实 有提到这么多 有没有一些什么案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案例 我有想到一个案例 是之前的时候 服务过一个老客户 那这个客户 他自己本身 因为有看到一个同社区 他自己住的同社区的物件 那是一个屋主 自售的物件 就是他自己住在那个社区 还想再买一间 因为都老邻居了 大家本身都认识 所以当然认识的情况之下 就大家私下的时候 就去看屋 然后针对嫁金 去做一些沟通 那其实他差不多已经谈定了 那最后呢 在那个签约后 而且顺利交屋 可是交屋后才发现 有一些问题发生 因为在那个 他交屋后的两个多月之后 他才发现说 他才因为房子二十几年 难免要做一些装潢 当你要拆除旧装潢的时候 才发现 他的那个天花板的装潢 拆除之后 有那个混凝土剥落的状况 那蛮严重的 对 因为一查才发现说 原来该物件 他跟楼上的邻居 其实一直有渗漏水的问题 其实是没有获得解决 所以像混凝土剥落 有可能是因为漏水漏久了 没去注意到 那因为你装潢包起来了 那可能带 因为邻居嘛 那大家可能都住二十几年 也觉得说 应该不至于会骗你啊 或者是什么的 可是也许是当时候屋主 原屋主他在 那个收的过程当中 没有把实情讲得很清楚 那买方因为基于信任 邻居的关系基于信任 所以就没有特别去询问这样子 所以造成后续的时候 这个问题 他变成他又要处理漏水问题 又要自己去跟 楼上的邻居去做协调 然后所以那个又造成 管委会因此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 弄得大家不欢而散这样子 所以我去看了一下 他们当时候的合约 又有发现说 他们在签约当下 屋主又用现况交屋 现况交屋是什么意思 现况交屋的意思就是说 他希望买方 以他当时候所肉眼看到的屋况 如果都没有问题 那屋主本身来说 他也觉得说那你既然已经看到我现况房屋 肉眼所看到是没有瑕疵的 那我就用这样方式交入给你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会提醒消费者 尤其是买方或跟卖方都一样 我们是提醒大家说 现况交屋这件事情啊 你必须要是在所有城市 在已经散尽城市告知义务的情况之下 你用现况交屋 相对来说才比较没有争议一点 可是实际上来说 因为毕竟很多不动产的瑕疵纠纷 都是在交屋后才发生 所以民法才要规定 那个交屋后五年 屋主他必须要负担瑕疵担保责任 那如果今天像我刚才客户的案例是 交屋后拆除装潢时 才发现天花板 它是有混凝土剥落的情况 那其实买方他是可以主张说 当时候我在抗屋时 你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所以你并没有散尽告知的义务 那原屋主他还是必须要负担 该处的瑕疵担保责任 像以那个物件来说 当然后来买方循着法律途径 是有获得那个修散的费用的补偿 是有的 可是那已经是交屋后的 七个多月之后的事情 所以这个确实 我觉得消费者从购屋前中后 无论是买方还是买方 我觉得都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说我们新衣房屋本身好了 我们房仲业者本身在遇到那些乌况瑕疵的纠纷的时候 那我们实际上会怎么去处理 如果说是我们自己本身 像因为我们新衣房屋 我们基本上我们从一个物件 它从接件 从接委托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接受卖方的委托前 我们基本上就会开始去做一系列的了解 包含我们会询问屋主对于乌况的相关问题 那我们接了物件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针对乌况去做查检 那经过查检完了之后 我们会做不动产说明书 那进而到后续在销售房屋的过程当中 跟买方在待看介绍里面 我们会把我们所知道的告知买方 那我这边稍微好奇问一下 那刚刚有讲到说 我们会做所谓的乌况查检 那查检的范围有涵盖到哪些部分呢 像包含房屋的 房屋我们肉眼所看得到的地方 组建物所看得到的地方 甚至是当然 例如以天花板来说好了 天花板如果我们可触及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掀开的地方 能够觉察的地方 我们会尽量去看 那如果今天真的有些地方 它真的没有 举例说天花板 它实际上是有装潢的 那我们不可能说 我们跟物主说 不好意思我把你的天花板拆掉 然后去做查检 这当然没有办法 但有些有那种所谓检修孔嘛 对对对 那检修孔的部分 我们当然一定会把它剥开去做 去做那个查检这样子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只要是基本上 肉眼可看得到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去把物件的状况 告知我们的买房 那当然如果真的遇到 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真的成交了 对因为像刚刚提到 普通款说明书事前的查检 它比较像是我们在 问题发生之前 尽可能去预防跟避免嘛 那假设真的还是发生问题 你们会怎么做 像我刚刚有提到说 像现在的业者 业者他会都会提供保障 当然以我们自己心意法来说 我们会提供 那个消费者保障嘛 我们业界首创的 那个漏水保障 那那个城屋旅月保障 海沙屋 那个辐射屋的保障 甚至这几年我们有推出 例如说重铸 重铸保障等等 我们刚刚所提到 屋矿瑕疵死 就可以拿出来用 因为这个政府有规定 那现在的不动产业者 在售物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提供消费者 不动产说明书 那基本上 业者他在 接这个物件前 他就会去做屋矿 那查检的动作 所以其实 屋主如果善尽 查检的责任 其实我刚刚所提到 那些问题 其实应该都会在 那个不动产说明书里面 有详细的记载 已经有重点罗列了 重点罗列的时候 你在 你除了看到那个 那个说明之外 那你在现场的时候 在做 那个肉眼的检视 那其实会让你自己 在购物的过程里面 相对是有保障的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 换个角度 也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业务行不行 有两个关键 一个是他 有没有跟你讲 不动产说明书 对 如果他有先跟你讲 不动产说明书 合格 然后第二个是 你肉眼都看得到一些瑕疵 他有没有跟你讲 或是你问他 他有没有办法 跟你回答说 那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没有错 所以其实也是观察 我们业务的一个方式 是的 没有错 那刚刚讲到的是 买方的部分 那对卖方的话 因为我们但屋主 可能难免也会遇到 像刚刚讲到 可能会遇到一些 瑕疵的一些纠纷 那屋主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 尽可能避免 这些瑕疵纠纷呢 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 瑕疵 它是难免会发生的 那如果屋主在 收入的期间就发生 这个房屋是有瑕疵的 那其实 我觉得还有两个处理方式 第一个部分就是 这个瑕疵 他可以先找厂商来做估价 举例 比如说像漏水 他可以先找厂商来做估价 那他把这个估出来的价格 那以及他是找哪个厂商来估价 他把这样的费用 以及他厂商的处理方式 提供给 要买房子的客户 那等于是 在那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他把这个金额 直接做补贴 补贴给买方 因为买房 绝大部分的消费者买房子后 因为他要自住 还需要装房 还需要装房 那我等于是我把这个 未来需要修缮的这个金额 我补贴给你 那后续的时候 由你直接统一去做处理 等于说跟着装房一起处理 对 所以我们都提醒屋主就说 有发生那个瑕疵 千万 不要说 就直接 那个油漆刷一刷 没事 就当都没事 这样是绝对 不OK的 那有发生问题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就直接告诉买方 那通常买方都是可以接受的 了解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 如果我们对卖方的建议的话 当然就是第一个 我们对屋矿要有先初步的了解 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的房子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状况 第二个是 如果真的有一些什么样子问题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找厂商先行去做估价 那靠我们后续怎么样去做处理这样子 感谢我们玉璃协理 带来这么多的东西给大家 我们今天其实聊到屋矿瑕疵的部分 聊到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其实有先跟大家聊到 就是我们在房子本身可能会有一些瑕疵 可能我们在事前 如果我们找我们的新移房屋 或找我们的仲介的话 我们都会先去做一个所谓的屋矿查检 事前去把这些问题做一个预防 我们大家都不想遇到 事前可以先预防 这是最棒的 那如果真的遇到问题的话 我们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们是有提供保障的 相关的保障 其实找直营体系的话 可能相对会更完善一点 因为他有比较高的风险的承担能力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 对新移房屋来说 其实这些处理问题瑕疵 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流程 也是一个我们的SOP 也不会说因为找到不一样的分店 找到不一样的业务 而有不一样的方式 处理的方式我们基本上 有问题一定会去面对 然后一定会去协助处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后其实也有给我们的买卖双方一些建议 就是对买方来说 我们看房子或许可以准备一个问题的清单 这个问题清单可能主要包含对房子的查检 然后对邻居的了解 然后还有对社区运作状况的一个熟悉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肉眼查检的方式 尤其在屋况上面 那最后其实对卖方来说 房子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直说嘛 那如果说有遇到什么 真的是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找厂商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估价 先做一个了解 那我们就开诚布公 大家交易起来才会更加的圆满 好那我们就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来宾 玉里协理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 如果喜欢这一次内容的话 别忘了按下订阅评分五星 也欢迎你持续透过各大Podcast的平台收听 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拜拜